馬祖師伯,大家好 有一位同修在網路的網站上面的討論區 來問到說 北港的朝天宮,馬祖並沒有所謂的降價辦事的儀式 那為什麼呢 反正許多北港馬祖婚臨出去的一些小廟、宮廟 他們會來降價、來辦事、為信徒來服務 心裡有這個疑問,在討論區來跟顧問請教 顧問是這樣回答的 在民間一些信仰,開始有一個社廟來度人 大部分一開始都是從主廟婚臨出來 就有所謂的靈基或是基統來降價、來辦事、來度人 才能號召吸引 這個七億的信徒來廟裡面參拜 慢慢這個小廟慢慢的發展 那發展到某種的規模以後 它裡面有拔筆、有抽籤、有各項的一種方法 自然信徒都會抽籤、拔筆、其他的方式來代替 就不需要靈基或是基統來辦理 它就發展成一種大廟來降價的儀式了 大概就是這樣發展而來的 那跟各位分享 有一次呢,大連初一 我固定都會到某個廟去參拜 那那一連呢,就拜完以後上完箱 就坐在那個旁邊的板凳休息 就開始跟工作童年聊起來了 是那時候接近中午 那竟然我跟這位工作童年師姐聊了三個小時 聊這個廟的歷史 然後跟我分享 以前這個廟是有老師的 是有靈基的 在他前面去看 每個月,每個月都有三天要辦事的 可以讓信徒來問世 那後來呢 十幾年後呢 信徒越來越多了 突然間呢 這個就沒有老師了 沒有靈基基統 神明就交代了 就不需要了 只要您來拜拜 正心誠意 來抽籤 拔杯 神明呢 就會給你指示 比如說你身體不舒服 他也可以叫你指示你 在個墊上裡面靜坐十分鐘 或是指示你 你要去燒什麼精子 那也有香火帶啊 也有這個平安湖啊 很多的方法 很自然自然呢 因為他們工作的同年 十幾年來 經過呢 辦事也學會了 帶有這幾個模式 那用拔杯的 直接跟神明溝通 很多信徒的經驗 真是學習有經驗的一個學長 長輩 學會了 很出自然來呢 我們直接就可以溝通 寶寶條簽 直接溝通 那也是在培養信徒的助信 你本身就可以神通 可以通神 所以我們一德馬子同修會呢 我們都是拔杯提搶 我們直接跟一德馬子 都拔杯提搶 我們就可以來很多事情可以處理 不是每一個廟都這樣子 因為每一個神的陰臉 都有教導的方式不同 可是呢 我們可以去觀察 所以這位同修說 北港曹天公 都沒有降價儀式啊 那為什麼 昏年出去的 會有降價辦事 那降價辦事 那曹天公的馬祖 是怎麼教導呢 在曹天公 這個昏年出去的神 馬祖的神仙班 裡面有八萬四千個法門 對不對 所以他西派出去以後 因為這個陰臉的西藥 他西藥有一個降價來辦事 來才能度眾神 比較方便 可是慢慢呢 他會演變啊 演變怎麼樣 不曉得 這不可能長期 都是那個老師 這慢慢呢 會更改 姑娘沒有說一定是這樣子 沒有標準 因緣不同 他的西藥不同 他必須這樣子 才能帶動那個宮廟的興盛 來教導他們 這西藥有個老師 代言緣來教導大家 那以上 是顧問的所寫的請見 來供大家參考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慈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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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